为何身体已经转过弯去 可双脚仍在原地 动结步态是帕金森命 非常特征性的 也是很突出的一个症状 那手术完之后 会不会把这病彻底治好 虽然帕金森命的药物和手术治疗 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康复训练也不可或缺 太极拳 八段井 广场舞 科学运动打开帕金森康复之路 那么在帕金森命领域 全世界公认的 最好的一个锻炼方式 就是我们的太极拳 那么无论你是有了疾病 还是没有疾病 坚持锻炼 对您带来的益处都是巨大的 本期健康朋友圈 助您远离帕金森困扰 从运动中获益 养生路上不彷徨 朋友圈里找逆方 大家好 我是您健康路上的好朋友方亮 幸福快乐少烦恼 健康路上有依靠 来 掌声欢迎 爱提问爱健康的 陪诊员文悦闪亮通常 朋友圈里热闹多 大师小琴我搜罗 健康路上不困惑 陪诊文悦有话说 大家好 我是陪诊员文悦 又和大家见面了 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 先给文悦 以及电视机前的圈友们 放一个小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是什么疾病呢 好 这个短片看完了 文悦 你看出没有 这是什么病 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点吧 一看他这个布太慌张 颤颤巍巍的 这一看就是帕金森啊 文悦说的不错 真不会是咱们的 百科全书级的陪诊员 真是猜得没错 就是帕金森 不过呢 再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您再看看 这位帕金森患者 走路的时候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 往那边走 走啊 快点走 难道这个也是 帕金森患者吗 那就为什么 和刚刚的那个患者 差别这么大 这个走路的状态不一样 一点也不抖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正常 对了 这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儿呢 我们都知道啊 得了帕金森之后 很多病友是怎么样 他手抖得特别厉害 对不对 而且走路的时候 会越来越慢 严重地影响了日常生活 但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 可以来延缓帕金森的进展 甚至说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呢 让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 为您来解答 来掌声有请 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神经内科的 韩顺昌医生 欢迎您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神经内科的 韩顺昌医生 本期特邀嘉宾 我们大家都知道帕金森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的疾病 发展到中晚期这个阶段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 那他这个危害究竟有多大 那么帕金森病人这个危害呢 确实是非常大的 首先我们说帕金森病人他的运动功能会明显的受累 他的走路会明显的受累 那么除了之外呢 其实所有的动作他都是慢的 那么我们有的患者经常就会这样讲 说老伴已经下楼走了十分钟了 这个病人的还没有出房间 还没有出房间 他的衣服还没有穿上 所以就可以讲这个帕金森病人的动作有多慢 那么到了晚期的病人 这个病人比如他起床就变得非常艰难 那从凳子坐起来也很艰难 甚至到了晚期他翻身都变得是一个天大的事 那么在行动不变的过程中 其实帕金森病人他容易出现这种跌倒的现象 他由于平衡功能受累站不稳坐不稳 而且有一些病人还会出现这种夜间的这种 我们说的RBD的症状 就是他在梦中会有一些动作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翻滚下床了 他在跳牙的过程 他可能就是翻滚下床 所以说造成这种运动损伤的伤害是挺明显的 没错 其实这个病没有在自己身上 自己真的是很难理解 有很多地方其实是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 听了韩老师这么一介绍之后 我们才发现 其实这个病虽然说他只是说一个病 但是他从多方面都会对这个患者 还有患者的家人造成很多的影响 甚至说很多的伤害 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的患者们 你看走道颤颤巍巍的 好像是在走 但是又好像没挪几步 这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行动不变 确实是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冻结步态 冻结步态 冻结步态 那么病人看似在走 但是他的这个行动的效果没有出现 他脚总是在原地蹭 抖 那么身体内心有想动 但是没有动的这种实际的效果 好的 那出现了冻结步态了 到这个程度 是不是说明这个帕金斯已经比较严重了 确实是比较严重了 那么帕金斯命最开始出现的症状 常常是比如说运动的迟缓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轻微的 我们临床上可能看见他走路稍稍慢一点 步伐比较小一点 小睡步 我们常常用这个词 另外可能发现他这个走路的时候 手臂摆动会比较少一点点 然后呢他穿衣吃饭 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得越来越慢 这样呢是一些早期的表现 那么随着疾病的进展 这些症状变得越来越突出 尤其是出现了这个中线的症状的受累 比如说他的吞咽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后呢出现了这种步态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等等 到了晚期呢才会出现这种认知的问题 从中晚期开始 病人就很容易出现步态的问题 当然冻结步态是帕金斯命非常特征性的 也是很突出的一个症状 那么我特别好奇就是说 如果出现这个冻结步态的话 这患者本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能感受得到吗 太能感到了 病人由于冻结步态 对他的运动功能产生了影响 他想走 但是呢他走不出去 这个脚像粘在地下一样 定在地下一样 他就是迈不出去 所以这一段他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痛苦的 很着急 很着急 内心越走不动 越着急 越着急这个腿又拔不起来 这几秒钟的时间 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 他常常会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起步 刚才我们跟大家讲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一些狭窄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经过一个狭窄的过道 他就觉得这个空间好像不够用 他就迈不开步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在转身的时候 在转身的时候 比如一转身 他的平衡的要求就相对来说要高 他这个步脚就像在地下抖一样 转不过来 那我们正常可能 比如转个180度的弯 可能就是两步 三步就过来了 但是他在转一个180度弯的时候 可能要四步五步六步 他还一直转不过来 而且一直在那 停在那 在抖的这种动作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那其实在今天之前呢 我一直没想到过 这个帕金森病会对患者 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 无论是在这个生活上 还是在心理上 但是呢 我也听说有这样一种手术 就是在大脑里做 而且做完就好 那是不是这个手术做完 就可以缓解帕金森患者的 这些痛苦的症状呢 让老曼芝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慢走肺不再反复发弱 健康朋友圈联合研读呼吸病医院 动物打造 让爱不及时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险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好 继续我们刚才聊的话题 刚才文月说了 说有一种手术 手术之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帕金森所带来的影响 那手术完之后 会不会把这病彻底治好了 帕金森病它是有一种手术治疗 我们就叫脑深部电刺剂手术 它能缓解很多帕金森病的症状 比如说我们说到墙面墙道的 脊僵值 运动的迟缓和振颤 它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但是手术并不能根治疾病 它也只是对于症状的一部分缓解 所以说它是对于药物治疗的 一个很重要的补充 虽然帕金森病的药物和手术治疗 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康复训练也不可或缺 康复锻炼能够明显地减轻症状 减轻功能障碍的程度 药物治疗配合长期的康复锻炼 可以减缓疾病的进程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也就是说可以做手术 也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 但是您不止一次提到了 并不能从根本上来治疗帕金森 但是术后可以通过积极的康复锻炼 来延缓病情 甚至是改善病情 那我想问一下韩教授 就是您接诊过的病人 就是经过这一系列运动改善之后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我们视频中看到这个患者 其实是一个中期的患者 帕金森病中期的患者 那么经过我们的短期的康复 其实这个病人在我的诊室内 我大概就是教了他15分钟 教他走八字步 那么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过程 教会他这个过程之后 他在外面大概练习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病人 在短短的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也就是他的步态明显的 更像一个正常人在走路 但是我们大家也要知道 这种短期的康复训练 它可以一时改善了病人的症状 又要想维持住这个疗效 病人一直保持这种 较好的这种状态的话 需要长期的坚持 那么长期的坚持之后 就把他这种好的疗效 能够保持下来 否则的话 他这个疗效可能就会逐渐地 又小退了 所以对于帕金森病的康复 其实他的疗效 在短期之内 我们就可以看得见 但是通过长久的这种坚持 长久的坚持 这个时候 他的疗效就能长久地维持下来 那这么看来 对于帕金森患者来说 每天坚持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那韩主任还有一点想问 就是对于健康的老人 没有患帕金森疾病的老人 这个坚持运动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 他们预防帕金森疾病 当然您说的非常对 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讲 无论是我们以前 经常讲到的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 以及我们这些神经系统的变形病 包括帕金森病 包括阿斯海默症 这一类的疾病 其实运动都有绝对的好处 都有绝对的好处 目前的一些证据 确实表明运动 可以减少帕金森病 发病的概率 对于已经发病的病人 他能够延缓疾病的进展 让病人维持更好的生活质量 那么如果您既往有这种锻炼的习惯 锻炼的习惯 如果您病后能够长期坚持 您的这种疾病的发展的速度 一定是会更慢的 那么无论你是有了疾病 还是没有疾病 坚持锻炼 对您带来的益处都是巨大的 说到康复运动 对于帕金森患者 它有这么大的帮助作用的话 至少今天韩文主任也在这里 可不可以为我们支撑几招 然后让我们广大圈友 咱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咱们动起来 好不好 其实小的运动也非常重要 比如帕金森病经常会出现 既扭扣 既腰带 这些小的动作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帕金森病的检查过程中 会经常会用到一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对峙的这种动作 说拇指和食指做最大的张开和闭合的动作 咱们所有圈一起做 在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可以一起做 那么如果您觉得动作非常灵活 两侧对称 与家人差不多的话 那就说明您的动作是够用的 没有帕金森病 那么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 我们叫病人做这种轮替的动作 就是对峙的轮替动作 这样做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检查方法 很好的检查方法 那么临床上 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做这种动作 大家跟我一起做 比如说双手做这种 手心手背这样的动作 手心手背这样的动作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 你的动作幅度 速度是怎么样的 那么帕金森病人会出现什么样呢 动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幅度也变得越来越慢 那么严重的病人可能就会 动了几次之后就停下了 就停下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运动的持缓 那么在家里 大家也可以做这样的动作来锻炼 其实除了检查之外 它也有锻炼的这种作用 做这种轮替的动作 这几个动作真是太棒了 非常的简洁 对 你看它虽然很简单 但是个对质 手的功能 做起来的时候 保留非常重要 对 你要考察这个协调性和支配性 对 如果您灵活 您记得扭扣 记腰带 就没有问题 那韩教授 刚刚我们学的是上肢的一些动作 那还有哪些动作是指动学习的 有没有下肢呢 确实 那么帕金森病经常会出现一些 动结不态的现象 包括一些其他的不态表现 那么帕金森病不态 最典型的表现是什么 小步 小步 离地间隙也比较小 不妨卖的也比较小 所以这个时候呢 对于帕金森病人呢 我们经常做一些不态的训练 比如尽量把步子卖的大一点 把脚呢 抬得高一点 这样的话 对于不态的改善 就相对来说比较好 那么我们经常在 大家可能也看到 我的诊室当中 在地板上贴了好多的这种条 红色的线条 那么通过这种线条呢 我们就可以让病人 每迈一步踩一个线条 这样它的步子卖的 就相对来说要大一些 大一些 那么通过这样长久的训练之后呢 它的步态症状就能得到一些改善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 见不走的人 他们不是在安静地走路 对吧 他会带着一个小的音响 大家会听到一种 非常有节奏的音乐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觉得 他们的步伐卖得非常有力 那么帕金生病人 其实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 就是跟着一些 有节奏的音乐来进行走路 这个时候呢 你的步频率就会变快 变快 然后你再注意一下 把它步伐变大 步宽变大 步长变大 这样的话 对步态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小方法 可以来改善 帕金生病人的这种步态 刚刚呢 韩主任所说的这些呢 都是患者在家 就可以做到的训练方法 非常的简单 但是非常的实用 切实的也帮助了 不少的老年人预防 或者是康复帕金森疾病 但是我还听说 跳跳广场舞啊 打打太极拳什么的 也可以预防着帕金森 说是医学新发现 这方面您帮我们讲讲 真是这样吗 那么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就非常自豪 那么在帕金森病领域 全世界公认的 最好的一个锻炼方式 就是我们的太极拳 太极拳 这是我们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遗产 已经得到了这个全世界的公认 那么大家 可能大家也多 不会打野 见过打太极拳 它涉及到很多的功能 其实帕金森呢 不强调这种剧烈的体力活动 他更多的强调是 这些舒缓的运动 它涉及到了 比如说重心的转移 平衡的问题等等 在太极拳这个过程中 都有所体现 所以说国外有很多的实现证据 这个证明太极拳 对于帕金森病 就有非常大的好处 当然其实中国也有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八段锦 我们中国这个 好多的帕金森森者 也在做这种八段锦 八段锦 这个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那么对于就是我们中国 有一个很流行的现象 就是广场舞 对 大妈们坚持得非常的好 那么我个人觉得 广场舞虽然还没有经过 巡政医学的认证 但是它确实 我感觉它对帕金森病 也是非常的好 而且这种形式 它容易形成这种病人的坚持 大家互相邻里邻居的 一起练 这个时候 大家的出席率会比较高 所以说广场舞 对于帕金森病患者 如果您要能有这个能力 要去做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平衡的问题 就要防止这个运动的伤害 包括跌倒的风险等等 这个呢 大家要注意控制 防止这种意外的伤害 都说啊 这个生命在运动 看来叔叔阿姨们 爱跳的广场舞 就是最健康的养生方式 不仅可以预防帕金森 而且还对其他疾病 也有着预防作用 当然啦 也不仅仅是广场舞 多打打太急 拔断紧或者是打打球 散散步 让身体得到有效的锻炼 都会帮助自己远离 怕金森困扰 保证身体的健康 让老曼之告别可谈喘 让哮喘 慢走肺不再反复发作 健康朋友圈 联合研督呼吸病医院 共同打造 让曼之西公益活动 详情请咨询 024-283-7999 拍个我大测评 看它行不行 最近呢 有粉丝给我推荐了一个 既能解柴 又能帮助人体 排出湿气的小糕点 从中医角度讲啊 湿气不除百病生 这款意识膏呀 在古方的基础上改良 采用赤小豆 芡食 一米仁 山药 胡林等多种优质的食材 在科学配比而成 三福厨师吃啥好 低糖软糯 易吃高 好吃不贵 营养美味 他们奏向城市清晨第一章 他们让每次托付 使命必达 他们称其岁月静好 却在承受身体之痛 辽宁北方频道 携手陈礼记 输筋剑腰碗 蓝天医药连锁 聚力大药房 为爱撑腰 致敬负重前行的你 温暖再行动 腰椎肩盘突出人群 不打电话 400-103-1887 报名领取298元 护腰大礼 输筋剑腰碗 向努力拼搏的你致敬 我们一生会推开很多扇门 北扇门后 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 今天你的面前 有这样一扇门 走进这扇门 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 穿过这扇门 在寂寞的坚守中 让青春闪光 跳出这扇门 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 守住这扇门 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 2022征兵大门 已开启 火热军营 精彩人生 咳 痰 痰 传 规范治疗是关键 沈阳研读呼吸病医院 专注于哮喘 气管炎 慢阻肺等呼吸慢病的精准诊疗 好的 再次感谢韩顺昌主任 做客我们今天的健康朋友圈 今天为大家特别细致地讲解了 做好康复训练 或者是常做运动 都可以有效地 延缓帕金森疾病的进程 提高生活质量 我们也希望广大圈友朋友 都可以积极地运动 有效地锻炼 减少帕金森疾病 带给我们的生活困扰 生命在于运动 适当的运动 对身体是有益的 坚持运动 不仅是身材好 保持年轻的心态 还会增强体质 增强免疫力 更重要的还是改善我们的心情 这对于肢体出现 运动障碍的帕金森病患者 也非常有必要 运动让患者专注起来 分散对疾病的注意 心情也会愉悦起来 同时家属也要耐心 患病后跟健康时不一样 患者在很多事情上 都可能速度变慢 我们就说的运动直缓 比如穿衣服 坐起来 走路 家属千万不要对患者 产生消极的情绪 应给予耐心和鼓励 鼓励患者去运动 锻炼 去更多的接触社会 接触朋友 希望广大的帕金森病友们 都能一起运动起来 感谢韩老师的叮嘱 在此也要提醒各位圈友 韩顺昌教授的出诊时间 是每周二和周四的全天 有就诊需要的朋友 记得提前预约挂号 那今天的节目 也到此结束了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明晚20点20分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拜拜